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请您欣赏的棋是中国昌棋碑 十六强战 白棋是中国的赵成宇 黑棋是我们台湾的林军燕 军燕在上一盘棋击败了超强的范婷玉 所以这盘棋就受到了更大的关注 赵成宇的实力非常的强 之前我们的许浩宏在应试碑打到八强的时候 碰到的对手就是赵成宇 结果呢,因为被赵成宇打败 所以没有办法再前进 续盘下到这边的时候 黑棋下一步会想象哪里呢 这个时候最大的点 有点意外 是在这边板头 然后再继续连板 这样子的好处是 会让白棋形状有点重复 黑棋中央的发展就变得很大 以后会变得很好下 实战军燕呢 下的这步棋是更容易发现的要点 白棋来进攻左边的时候呢 黑棋还是应该照刚刚的下法 往中央出头是最重要的 但是军燕的棋风很注重实地 所以他就跑到下面来呢 想要取得根据地 这个形状 白棋踢这一步非常的舒服 黑的不可能再被板到 所以 一定要立 这两手交换到呢 就感觉白棋有点便宜 那下一步如果把黑的封住的话 整个湿力看起来好大 所以 黑棋跑出来也是蛮正确的 那现在这一步棋 要点在哪里呢 能够发现的人的话 就真的太强了 我们来公布答案 要点是在这里 黑棋下这里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白棋没有心情跟着下 看形状白棋就很委屈 那不下的话呢 表示这一代白棋就 完全没有什么 为地的希望了 黑的这个字以后都可以跑出来 那我们再看左边 黑棋这里变成漂亮的湖口 活干净以后 左边以后 打入的时候就变得呢 很有力量 所以黑的这一步棋 下完以后 获得的代价就很大 但是下之前呢 应该很少有人会发现 该下这里 所以军燕下的又是一步呢 很容易看到的大棋 那么根据刚刚 看到的招数 白棋就应该从这里来下咯 我们可以看出来 黑棋的出路变得好窄哦 然后白棋呢 整个发展就变得很大 不过赵成宇也没办法 发现这个要点 所以他就站到了脚上的实地 下到这里的时候 不知不觉 白棋就已经站到了上风 赵成宇的续盘功力真的好强哦 那么白棋这个时候 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呢 表面上看起来 有两块弱棋会被双击很惨 但是白棋呢 应该要暂时看清这颗棋子 那么重点在哪里呢 白棋这个时候 问应手超强 如果太晚进去的话 脚上的黑棋就会变成 全部都是实地 就进不去了 那现在这么早进来的话 黑的反而呢 感觉很难下 例如黑的如果下这里的话 那白的脚上就留下了 很好的利用 将来随时呢 这边有一个板 黑的忍耐的话 白的活得太轻松了 那黑的如果战斗的话 白的看情况 就可以长的利用 或者是打一个 然后虎过去 也获得了蛮多的便宜 所以对付这个小木 大飞的这个阵地 这样碰三三也蛮厉害的 那黑的因为很难下 所以呢 可能会冷静的下一步 那白的这个时候 别客气 继续往前冲 黑的还是得跟着下 不然再顶过来的话 这边就有连接 就有冲出 黑的就不行 所以黑的只好继续跟着下 那现在白的就可以 开心的手拔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将来有空的时候 白的就可以在这里 做出一个 打结活的形状 那么 留着的话 黑的也很头痛 什么时候才有时间 再补一手呢 哇 要浪费一手棋耶 这个地方本来就是黑棋的地 所以现在交换两手以后 白棋就突然开始弃子 例如说黑的如果切断 白的就跳出来 我们会发现 黑棋现在真的很痛苦 因为这个地呢 就留下了将来被打结活 看起来整个地就小很多 好 那下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已经介绍完白棋最强的招数 实战呢 白棋 虽然没有下出那个最强的招数 但是他的下法也还不错 直接出动这个子 现在军燕就面临了一个很大的考验 该怎么办呢 这是黑棋的阵地 要怎么样才能够 让白棋活得比较痛苦 不能让他太轻松的就活了 该怎么下呢 答案是 应该要先把白棋打成呆呆的形状 再冷静 那现在白的大致上有三种下法 总之他一定要出头 例如说低种下这 这个是最明显的 黑的这样小间之后 这边呢就快要死光了 白的还得加强 这里呢就很不舒服 那么白的这个形状也不是一个很漂亮的活形 所以黑棋很满意 那我们再来看白棋第二种下法 这个就好一点 然后再兼做 那这样子下白棋还没有活干净 黑棋呢也获取了相当的阵地 接下去拿到宝贵的先手 就可以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步超大棋 如果下成这样子的话 黑棋就局势也还不差 我们来看白棋最后一种方法 这样子出头 黑的就只要冲就可以了 白的现在挡不住 因为会被冲断 那白的回头吃的话 黑的还是很轻松的就冲出来了 所以只要黑棋呢 先打 然后再退的话 黑的这个局势就不差 那实战呢 军燕他采用更简单的直接退 我们学棋 一开始的时候就有学过一招 最基本的好方法 互相切断的时候就长一边 那确实呢 这个方法常常是很厉害的 白的怎么办呢 例如走这里是俗手 因为这边会被打吃形状非常的差 那么我们来换一个比较厉害的手巾 这样子出头看起来比较顺利了吧 可是这边损失的有点惨重 我们会发现白棋还是活得不太好 然后黑棋有可能会增加很多的地 所以这一图呢 也在军燕的计划当中 看起来呢 白的好像没办法了 所以军燕他才会下这里 可是这个时候呢 赵成宇就展现了他非常厉害的战斗功力 白的有一部很意外的好棋 黑的真的没有想到 怎么下呢 竟然是很简单的冲在这里 这一手太意外了 我想军燕一定吓了一跳 低杆是藏着 但是军燕有点看不清楚 接下去黑的该怎么办呢 首先没有时间补弱点 因为补的话 白的这里还可以立 黑的吃干净 白的轻松的再补断点 哇这样子黑的真的好惨哦 地这么小 然后白旗呢 就活得很漂亮 这样黑的肯定是不行 所以下沉这一图的时候 黑的势必要这样子把它切断 那但是这一图呢 军燕就应该是感觉到比较没有把握 首先这里呢 这边是可以冲出来黑的觉得有点怪怪的 然后这边呢又有这个点 看起来黑的好像很麻烦 如果这样的话就被简单连回去活得超大 那这样子的话看起来蛮可怕的 形状好像很差 不过其实呢 白的也不能够这样子硬挡 因为这个断掉之后 黑的就用这个很差的形状 把白的杀死 哦这个子刚刚忘记拿走了 应该是这样子 所以这一图的话黑的是可以 那么白的应该怎么下呢 点完以后 这个时候白棋还有一个招数 直接这样碰过来 哇看起来真的好复杂哦 确实黑棋也不一定会好 因此赵成云的这一步 很淳朴的冲 黑的确实是很难下 但是不管再怎么难下 还是得照刚刚这一图 就只能这样子 然后接下去就请白棋来表演吧 那实战 因为军燕呢 他感觉这个战斗太危险了 所以他就冷静 当时军燕的判断应该是 死掉一个子呢 没有关系 这里黑棋获得了相当的代价 不过白棋这一块真的活得现在已经非常的漂亮 以后如果有时间糊到的话 白的潜力也是不错 将来万一整个都被封住的话 白的随时是活形 眼型呢非常的丰富 这个间这个糊 所以白棋这边已经呢 很舒服 那至于这里会不会死太大呢 其实白棋是不会死太大 因为他可以立刻来问应手 这个我们刚刚就有讲过 这是白的现在最厉害的招数 不过赵成宇呢 他也没有下得这么狠 好 现在续盘战斗已经结束了 白棋呢 取得了相当的优势 那接下去白棋下的这一步 比较容易看得懂 因为发展自己的潜力 限制黑棋的发展 那军燕从这边反击 也是很有创意的 结果在战斗的过程中 白棋自然而然的 就下到了这个要点 哇黑的真的是很不舒服 好 现在呢 军燕局势虽然不利 但是他也在准备 要攻击白棋这边的断点 寻找反击的机会 那白的这个时候 最厉害的方法就是 直接跳一个来 先手补断 这一块真的太大了 大致上是要补 然后白棋再这样攻击 哇 这个黑棋就比较不容易 找到机会了 那实战呢 赵成宇觉得 这没什么好怕的 就直接下到这个要点 这样军燕也找到了一些机会 看白的呢 也出现了一些弱棋哦 不过白棋好厉害哦 这个弱棋呢 回过头来呢 就把黑的又包住了 哇 现在黑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下 第一感呢 就是赶快从这边连走吧 但是这个被白的挡到的话 我们会发现黑的在下面呢 很辛苦 整个外面都变成白棋的势力 这样黑的就输定了 所以黑的要怎么样 才能够两边都下到呢 这个时候黑的真的面临了一个很大的危机 那现在我们会看到军燕他的真功夫 好厉害 军燕从这里来挑战白棋 看白棋怎么办 那白的这个时候 最狠的方法是直接连接 不要怕这边跟他比气 可是这个人应该想不太到 这个看起来很复杂 那么白棋现在有个好方法 就是直接这样子忍耐 可是一般人也下不出来吧 这样忍耐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黑的其实还是得吃 不然这块没活 那白的这里别理他 就直接从这边过来 刚刚说过 这个是胜败的要点 白的这样下应该会赢 不过 看到这个形状 谁会想这样下呢 所以赵成宇没下队 也是很容易原谅的吧 结果白棋是这样切断 这样切断看起来 比较有气势 然后这个时候军燕 埋伏了一个人之后 就赶快把这里再切了 那接下去白棋 虎这一步也很有问题 被军燕刚好冲一个先手 接下去 这个挖断就好厉害 所以白的只好下这里 然后现在军燕很开心的挡住 就算是一种先手 因为白的如果不理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压住 好强哦 那白的再补 黑的一板 这个脚上的空间太大 笔气白要输 可是白的如果从这边下的话 白的也是非常非常的危险 因为黑的不管是打这个 或是板这个都可以 白的就没办法切断它 你看 如果来这的话 轿车就接不归了 那这里呢 直接打 就变打结杀 整块打结杀也是相当的恐怖 下到这里的时候 白棋就没有办法 只好呢 就痛苦的补一手 然后现在军燕终于呢 拿到先手 下到这一步 非常重要的棋 从这里开始 棋局就进入了漫长的 半目胜负 那我们台湾的棋迷 应该都知道 军燕的这个收官水准 非常非常的强 真的好厉害 只要他把棋局 能够拖到棺子的时候 军燕他的信心 会非常的够 那果然 这盘棋在很漫长的 半目胜负之中呢 最后赵成宇 还是没有办法 击败军燕的官子功夫 最后黑棋真的就 刚刚好以半目取胜 这一盘棋呢 我觉得 最精彩的地方就是 刚刚这一代 军燕呢 化解了一个 很不利的局面之后 就把局势导入 他最有信心的官子作战 那看完了这一盘棋 相信大家都对军燕 有了更多的了解 那我们也期待 军燕以后会带给大家 更多漂亮的棋局 我们今天就看到这边 大家拜拜